好 直播各位观众 记者持续为你舍候在朝鲜公园出入口这边 因为昨天的时候是发生了山崩事件 可以看到记者后方的工程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 尤其是由左边以及右边两侧同时来进行施工 为的就是要尽快来进行抢通作业 而稍早呢 交通部长也亲自来到现场进行勘摘视察 先让我们听一下他的最新说法 在昨天下午发生这样的一个崩塌之后 那卓院长就立即指示交通部公路局 在现地成立前进指挥所 那么全力的来抢救 那目前研判因为有非常多的巨型的石头划落下来 大概有50颗 那最大的有将近百顿 所以整个清理必须要有步骤 那必须要先把这些巨石破碎 那也要做相关的这个动线 能够把上边坡的这个 还有一些危险的这个石头或土石 来加以刷坡来确保安全 所以整个作业大概需要到6月11号 才能够维持 才能够恢复双向的这个通车 那这段时间 公路局也有规划相关的替代道路 那让汽机车可以通行 那所以也协调我们市政府跟警察局 做好交通的维护跟指挥 那我们希望工作团队能够在安全的前提之下 全力赶工 那也能够如期尽早的来让这个台二线可以双向通行 发生崩塌的话 这些车辆他们有可能申请国赔 不是怎么样的赔偿吗 目前要怎么样处于这个受准车辆的问题 这个部分会由公路局跟相关分局 大家来根据它是天灾或者是相关的问题 来做国赔的这个程序 这两年前就开始有直接落实 这边有可能装设像那种落实体系细行吗 是 这个部分有两年前有相关的小规模的一些落实 那其实当时就马上做好相关的处置 那未来那这一次的研判 是因为地震再加上豪雨 那造成比较深层的一个崩塌 那其实地震之后有多次的每日的巡检 并没有发生相关的小湖的崩塌的问题 相关的磁声也都良好 那所以这样的情况怎么样加强监控 后续我们会请公路总局来做相关的方案的这个研理 那确保更提升它的这个安全 好 现在透过现场画面 可以看到记者后方有个吊挂的机具 它最主要的功用就是要来吊挂车辆 因为当时第一时间是有九台车辆受到波及 而其中三台比较严重在稍早的时候 也已经把它们脱离现场了 而其他六辆则是因为土方的原因受困在里头 现在这个吊挂机具也出动了 要赶快来把这其中六辆的车辆来进行脱离的作业 而稍早部长受访的时候也有提到说 其实这个受困的车辆以及受损的车辆 而另外也有提到说其实桥下有一个中油的除油槽 是专门给一些附近的渔船来做加油的使用 而在昨天崩塌的时候差一点也受到波及 因此现在已经有相关的人士来帮除油槽进行勘查 是否有一些破裂或是有一些受到影响的情况 都还要在持续观察 而稍晚也会把里面剩余的柴油来进行抽干 避免危险发生 以上是为现场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先进头先交换捧内 大家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